記得最後你們做完 這個一定要 請用拒絕回顧這個 不過理論上 2007跟2010比較沒遇到問題 2013遇到相容性問題 剛剛同學問說 2013的給2010或207會有開不起來的問題 這可能再看看 因為目前 我是有2013的環境 但是沒有 也是沒有特別去使用它 因為我覺得差異性好像不大 而且在VBA開發部分 反而2013還開倒車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的VBA說明 居然全部都變成英文版 就英文的說明 中文說明上次 上次在用的時候是說 還在處理中 意思是說還沒翻譯完成 反而應該是越來越好 反而越來越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再看看怎麼樣處理比較好了 好 好那 理論上應該有向下相容 還是說 這邊有沒有什麼相容性 再不然你全部都存在2013算了 因為2013其他環境也都可以開啊 應該執行也沒問題 VBAOK啊 這個我想試試看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一題 這一題非常 很單純的地方 就是說 它是從網頁上抓下來的 其實VBA裡面有自動抓網頁的功能 你只要給它某個網址 它會幫你把裡面的資料抓下來 那資料裡面 當然也包含就是它的網頁 HTML 大概 那可是 它這個同學的需求是這樣 它不是要全部的 它只要什麼 就是 中瓜湖 開頭的中瓜湖 到中瓜湖結束這個中瓜湖 這中間的資料 它要把什麼 把它放到另外這個 也就是說 它必須怎麼樣 它以前的做法是 它必須要複製貼上 不然它沒有辦法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來了 你這個東西 複製貼上 它這個應該有幾千筆吧 每天在那邊複製貼上就好了 其他事都不用做了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 怎麼樣呢 不需要複製貼上 快速的幫我們完成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應該 有想到了吧 如果用函數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 用VBA有沒有什麼方法 當然最好是 有函數用函數嘛 那除了用函數之外 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VBA 或者是最好是可以 沒有那個 函數也可以自訂一個函數 好 那怎麼做呢 其實做很多方法 OK 那各位想一下 那我提示一下 如果用函數的話 第一個 要抓 這個是一個字串 對不對 這個字串中間的部分 從這邊到這邊 那你會想到哪個函數 那你會想到哪個函數 中間的喔 有沒有要記得MID 對 但是第一個 字串這個 從第幾個 到第幾個 問題來了 第幾個 第幾個 怎麼知道 所以喔 這邊會需要 用到第二個函數 就是找這個東西的位置 找這個東西的位置 有那個 包括沒有用過 尋找函數 尋找某一個出転格裡面 有沒有 某一個字串存在 有的話 告訴我 它在第幾個 那如果 它告訴我第幾個的話 那我是不是 就可以知道 那個MID函數的第二個 有沒有 可是 它這個位置 可能要再加1啦 因為我 它找到的是這個 那 我要後面的東西 它可能要再加1了吧 加1 然後逗點 抓幾個 就是後面找到的位置 減掉前面的位置 對不對 那不就是中間 這個的 那這邊有個函數 尋找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其實 尋找函數 其實呢 就是在 哪一個呢 我不知道是在文字裡面 有沒有看到 fine 有沒有 這個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沒有 欸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試試看好了 應該有線索了 只是 如何實做出來 不然如果你不會這兩個函數 綜合在一起的話 哇 那事情就麻煩了 OK 好這裡 那第二個可能可以轉成VBA 好 試一下 兩個來做 第一個先fine fine到位置 這個跟這個的位置 然後再去做切割 那你隨後可以結合在一起 不過我覺得先分開比較清楚 先找它的位置 那怎麼找 用那個輪字裡面的fine 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以後你要找什麼 OK 按確定 那它可以跟那個mid搭配 fine fine什麼 fine這個 within 這個 這個 那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把c1給鎖起來好了 f4 那這個指的 這個你可以自己從這邊複製貼過來 指的是我們要找這個 按確定 要找到140 可以 等一下可以往下 那這個的話 這個改一下 改上面的 打勾 然後一樣把這個d1 f4 所以它的位置 這個位置 是145 那可是我要146開始 所以這邊要必須要加1 那後面這個地方 210 那210往前推 所以減掉它的位置 但是它是 應該要到這邊為止 可是它 多它1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必須減1 一個加1一個減1就可以了 OK應該懂了意思吧 如果你最後出來 多一個少一個 你就自己再扣掉也可以 反正最後 結果是對的就OK了 然後那只是說那個邏輯 那只是說那個邏輯 插入函數 裡面一樣用文字裡面的mid mid mid函數 taste start 這個 然後 這個 減 這個 OK 確定 這邊要怎麼樣 加1 因為你不加1就會多一個前面的 後面要減1 OK 按確定 好 出來了 點兩下 你看 不過後面沒有 因為這個要先做 這個沒做的話 這邊都沒有 所以你最後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兩個都不要了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不過程式會變成很複雜 公司會變得非常複雜 不過就接段性 要再不然你就把它隱藏起來 OK 但是 後來同學 他看到 好棒喔 但是往下卷動 發現 不對了 怎麼樣呢 設定 真的是 我不是要設定耶 怎麼辦呢 看到 看到設定把它前後取代掉是不是 對啊 可是 也是個方法 可是這樣畢竟不是比較不正規的 所以 但是 這有點像什麼 我可以換個方式啦 如果底下 有設定有設定有問題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轉個彎啊 因為設定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 開頭一定是小魚嘛 這邊也是大魚跟這個嘛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改嘛 比如說我不要找那個 我找這個 我找這個跟這個 我找這個跟這個 然後呢 把它貼到這邊來 我找這個 那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 那位置找到的話 因為他一定也是找找到的位置 那結束的位置 會少一個 因為他是找 前面這個 以前面這個字串 所以 結果一不一樣了 少一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不能-1 本來就-1嘛 把-1拿掉 OK 往下填滿 OK 沒有了 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樣做完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應該懂我在做什麼吧 所以你 你不要因為說有個設定 然後怎麼辦 你就把設定刪掉嗎 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如果剛好他又要原來的資料 那不就又出問題 OK 所以這裡 比較標準的做法是這樣 畫面好給各位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